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干吗 怎么了小琪 记不记得 你说过让我不要闯祸来着 然后呢 我好像闯了 如果我不小心得罪了周董的外甥女 那她还会同意给你拨款吗 又见面了 方总 我想我有必要跟您说明一下 您的员工刚才对我有多过分 我不过是让一个小小的服务员给我道歉而已 他就用您的名义威胁 我 什么 不听不听 房伐年纪 一个小员工而已 看不清自己的地位 还说脚上那双山寨货 是奉总您送的 现在打脸了吧 小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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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你老板给你买的鞋子 是山寨货 这段话应该会游送我们公司的名誉 你作为公司的员工就不应该解释解释 鞋真的是您送的 还有呢 我们公司的员工我自己会处理 跟外人没有关系 好 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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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菲 我跟你说 那双鞋 真的是方朗送给他的 你说话呀 我知道 生气生气 搞什么宫斗戏吗这是 还说什么 注意自己身份了 你就是个小员工了 那孙众劳动人民怎么了 慢一点别崴头脚了 我怎么可能崴头 我这不是刚刚说你 你还好吧 连酒都欺负我 平时这么能刷嘴皮子 今天怎么一句话都不说 我不是怕得罪人吗 我要是得罪那个陈梦菲 周董一不高兴 万一不给我们建的科研部怎么办 我今天没给你惹麻烦吗 是你一直都是我的麻烦 都习惯了 不过今天谢谢你帮我说话 应该的 打狗也得看主人啊 什么意思啊 他们也没打你啊 只是出言不逊而已 走吧 没事 走 干吗 干吗 men 吗 来 你 你 来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